欢迎收听《意识挟军》第476回 梅雪岩的长发呀 在狂风中飞舞 在风雷中飘荡 这一刻呢 她的脸上一片平静 怀中的一个小小的玉瓶啊 突然飘了出来 在她的脸前呢 无声无息的炸裂了 三颗金色的丹丸 闪耀着妖异的金光 带着磅礴的力量 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虚空漂浮 梅雪岩呢 神色不动 眼中呢 可是闪过了一丝疯狂的剑裂 和绝望的柔情 天空中聚灵一般的手掌越来越近 苗无敌的眼中 闪出了残忍的神色呀 这一掌正是她成名的绝学 开山掌 开山盛者的名号 就因着一掌而来呀 只闻轰的一声脆响 瞬间竟生生的冲破了 苗无极布下的空间封锁 并没有刻意的脱沫 而是自然而然的崩裂了 而梅雪岩的形态大变 她的长发突然之间直直的树立了起来 一根根指向的青天 喷了一声 她绣发上所带的唯一一支事物 一根欲拆 就这么突然之间爆裂为鸡粉 而梅雪岩本身的修为 也在这一瞬之间突然急剧的飙升 从尊者四级中气 刷的一下子就攀上了尊者巅峰 然后仍然继续的攀升 圣者一级初级 圣者一级中气 再到巅峰层次 再眨眼的功夫 就生生的冲到了圣者二级 森科圣王丹 威力竟然如此巨大 而这个时候呢 天空中的雷云 才突然醒悟过了一般 从四面八方 惊雷一般积极的密聚在一起 无数毁天灭地的电光 在半空中 只是稍稍犹豫停顿了一下 甚至于呢 没有准备 也没有酝酿 就这么迫不及待地直屁而下呀 一道空前犀利的 孙寒的剑光 从梅雪岩手中骤然升起 一剑横斩八大圣者 已经攀升到了 圣者二级境界的梅雪岩 全然不闪不闭 淡淡微笑 给我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 一直在旁边 旁观的沉冲 猛地想到了一个 有关天法兄弟的古老传说 他立刻大吼 苗无极 起手速退 那是圣王丹 他拼命了 长空中 无数的电光闪烁呀 将参战的十个人的 每个人的脸上都印的是一片惨白 半空中的云层呢 更是突然之间变得痛红 如火烧云 如鲜血的颜色呀 雷声更急 连成一片 这个时候呢 在军家大院的玄兽们 依然静静的跪在地上 看着梅雪岩消失的方向 一动不动 与此同时呢 远远的天空中 突然突兀的 升起了一道极之熟悉 却又颇为陌生的 璀璨的剑光 那个位置 距离此地 已经很远了 但是 那道熟悉的剑光 却如同呢 是连接天与地的彩虹 在漆黑的夜色当中啊 斑蓝独目 辉煌惨烂 贺中霄脸色大变 那明明是大姐发出的剑光 自己大姐的剑光 怎么会陌生呢 大姐 圣王丹 贺中霄浑身一阵颤抖啊 突然猛地喷出了一口鲜血 微顿在地上 天法 不能没有大姐呀 但是 此刻一见到那道熟悉 却有陌生的剑光 在夜空中闪现 瞬间 贺中霄 就明白了一切 城外战场 目光所及 满眼啊 尽是一片狼藉 随着梅学的那一声 给我下来 原本威风八面的苗无疾 带着一脸的惊恐 生生的牵引 拉了下来 他只来得及啊 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惨叫 身子便飘飘荡荡的飞了出去 也不知道飞出了多远 没血呢 身子呢 狂震了一下 就像是狂风突然吹弯了 飘摇的柳树 然后又摇一直起 脚壁中猛地喷出了几许血丝啊 天空中一道手指粗的雷柱 闪电一般的劈了下来 他强行服用圣王丹 连跃两极 成功发挥提升的能力之余 自然要承接伴随突破而来的天地之威啊 多少年来一向顾全大吉的梅血烟 第一次有了彻底毁灭三大圣地的想法 他愤怒的大吼 眼睛如绿电闪烁 大家分头撤退 此女命寿已重 大伙不必在一起缠倒 陈冲呢 手忙脚乱的挡过了梅血烟一箭 却被震的呢 身子是连连的晃动 撤 哪里有那么容易 既然有算我的打算 那就有承受后果的可能 梅血烟一阵冷笑啊 身子如同电光一般急速闪动 天空中雷云闪烁 又是三道电光狂猛的先后击落呀 梅血烟身子一晃 闪电般的就来到了五千魂的身后 狠狠一箭刺出 力剑的瞬间毁掉了五千魂的旋起防御 突破了他钢铁一般的身体 深深的刺进了他的后心要害 梅血烟重中一哼 蕴藏在剑身上的尽力 瞬间引爆 那五千魂惨烈的大叫了一声啊 仰天怒吼却喷出了门口的内脏的碎块 就在这个时候 天空中三道雷光先后落下 梅血烟身子急速的闪避 勉强的避过了两道 仍有一道雷光 逼无可避的击中了他的尖头 另外两道雷光 却是顺着五千魂举起的磨刀 这正是一个良好的倒雷针呢 狠狠的贴了下去 一代圣者强人死得是惨不堪言啊 圣者七名圣者 坚笑着一轰而散 刚才的梅血烟瞬间提升了 何止十倍的功力啊 他们现在是没有办法和梅血烟一斗的 梅血烟拼命之下 本就是功力高绝 沈青云呢 惨笑了一声自知无幸 不闪不闭 手中妖异的长剑 直直的送了出去 梅血烟同样不闪不闭啊 梅血烟形成了两条平行线 各自奔向了对方的心脏 两个人脸上呢 竟都带着绝望和疯狂 因为其他的六大圣者 已经逃得看不见影子了呀 梅血烟现在就算是想追踪 也已经不可能了 沈青云注定是死在他手下的 最后一名胜者 那既然如此不如被一剑杀了 虽是同归于尽 却落得一个痛快啊 来自沈青云的腰剑 从梅血烟胸口下方 透体而入 剑刃呢 瞬间已经沾满了鲜血 更从梅血烟的后背 突了出来 同一时间 他的长剑也扎进了 沈青云的前胸要害 无尽的雷鸣闪烁在两人头顶啊 然后两个人同时向着反方向 击飞了出去 无力的弹飞了出去 长剑分别从对方胸口拔出 带出了一流鲜艳的血珠 梅血烟碰了一声重重的摔落在地 但他刚刚落地 就迫不及待的支起了头颅 丝毫不顾自己的伤势 两眼的深情执着的 看着长笑传来的方向 目中的一片柔情期待 人影急速一闪 居墨鲜狂好地出现在了百丈之外 眼睛一扫正发现了 九道雷霆闪电 向着烟烟一息的梅血烟身上 砸了下去 起烟 君墨鲜的话吼了一声 全力展开了阴阳盾 整个人奇迹一般的飞略过了百丈空间 猛地扑在了梅血烟的身上 雷电在接触到了君墨鲜身体的时候 莫名的消融了 天空中的雷云风暴更加的狂暴 不断地酝酿着下一波的进击 而君墨鲜紧紧的抱着怀中的家人 两眼死死地盯着梅血烟脸上 此时一刻也舍不得移开 梅血烟咳嗽了一声 嘴中不断地流出了鲜血 在君墨鲜的任期中 梅血烟虽然各种的神秘法门 大幅度提升自身的实力 越皆挫败三大圣地的强者 那么所付出的代价自然不小 可是他没有想到会这么严重 处于拼命状态的女人 无疑是极度的疯狂的 血烟 谁干的 谁干的已经不重要 能死在你的怀抱之中 我已经满足了 梅血烟这样重伤 她没有问 已经不必再问了 从家人体内的惊人的变化中 她便已经察觉出来了 梅血烟呢 必然是使用了什么 极之禁忌的最后的绝招 强行的提升了本身的实力 引起了反噬和天洁 而这一切归根到底呢 就是为了君家 是为了自己 要不然以现在梅血烟的速度 只要她想走 天高任鸟飞 就算是圣王 也休想挡住她的 而这一切的另外一边的根源 却是九大胜者 她更清楚的了解到 梅血烟体内的那股 狂暴力量消失之时 便是她生命的尽头 真正严重的是啊 梅血烟体内经脉 在那股恐怖原理 疯狂冲击之下 已经全然破碎 再也没有意思的完整啊 甚至于呢 连意识都已经失去了 金墨血这个时候苦恼的 皱起了眉头 可正在这个时候 天空中一道赤白的闪电 划过呀 紧接着一道震动九天的霹雳响起 斗大的雨滴刷的落了下来 金墨血眼睛看着苍茫的羽木大地 佛于红军塔之主人的名义 要带人进入 若不允许毁灭 她的心中呢 已经打好的主意 以后啊 就让梅血烟在红军塔之中修炼 若是还是进不去 那么我要你何用 干脆一拍两散 等她心念一动 便从现实中消失 出现在了一片灵气蒙蒙的 红军塔中 怀中的梅血烟呢 赫然还在 哎 怎么回事 这原来只是一想 但是真正做到了 在此之前 也曾不止一次的 往红军塔之中放东西 但是从来没有把人放进去啊 这样的轻松 反而呢 让军墨鞋不适应了 她却不知道啊 这个红军塔 并不排斥生命 从来也不 事实上 花草灵药 均都是生命之数 她又何曾排斥过 自从找回了塔珠 更已经是完整的宝物了 不过这一点呢 君墨鞋是不知道的 进入红军塔 君墨鞋就开始着手呢 为梅血烟疗伤 她不知道 梅血烟的运功的线路 也不清楚啊 玄兽的身体经脉 和人类呢 有什么不同 小爷这不信了 难道说开天造化宫 还比不上天伐森林的功夫不成吗 开天造化宫的力量 乃是来自远古 天地之间 唯一能够成就无上神通的功法 这一次 让梅血烟回归真如 这才是梅血烟 真正强大的开始 更何况啊 红军塔中的强大到了天地灵气的密度 直接呢 是天伐森林的万倍以上 在这里修炼 尤其是在天伐修炼能比呢 君墨鞋呢 将梅血烟本体形象的那只小兽 轻轻的放在了自雪山之顶 起来的那道天地灵脉之上 在那上面呢 生长了一棵呀 通体翠绿的小树 整个红军塔的空间 也多了无数的生机勃勃 雪烟 你在这里安心的疗伤 这次的伤损实在是太严重了 雪烟呢 一直以来都是你在帮我的忙 都有你在背后撑着我 我很惭愧 也很快乐 你知道吗 自从有了你 窝在心里边 才算是真正的有了底气 从今天开始 就换作我来撑着你 保护你 直到地牢添荒 红军塔中 一场浓郁的海量的灵气 如白雾一般 弥漫生疼啊 军家 一片静寂 满目呢 竟是人头涌动 连人带兽 所有人都聚集到了这里 那夜发生的事情 就像是一块沉重到了极点的大石头 压得喘不过气来 虽然随着英王的归来 带回来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但是 大家依然在等 等待军墨鞋带来肯定的消息 梅雪燕的生死 无疑乃是众人呢 最关心的事情 吐死之外 再无大事 每个人呢 都眼巴巴的死盯着大门 这几天里边根本呢 就没有人睡觉 连休息都没有 一干寿王最是交集呀 他们可是清楚的知道 圣王丹的恐怖的效力 那乃是天伐兄弟 初代圣王留下的遗物 也是兄弟的最大的禁忌之物 另一边呢 君家书房中 君家所有人 进阶在此 金战天 看着面前的东方问心 君无义 管清函 独孤小义 和寒烟瑶等人 老夫也是最近才知道 雪燕啊 乃是玄兽之躯 而且呢 还是天伐第一兽皇 没尊者 本来人寿始终有别 纵然雪燕本来如何出色 身份再如何尊崇 这点骨子里边的分别 仍然是难以逾越的 可是 雪燕为君家所做的 确实比任何人都多 对墨鞋的支持 也比任何人都要大 若不是有雪燕 或者现在的君家 已经是一片瓦砾 这样的孙媳妇 老夫认可了 众人都点了点头 没雪燕 对于君墨鞋的 深情 对君家的付出 所有人都看在眼中 可是啊 墨鞋以人身取雪燕之事 会引来莫大的争论 今天老夫先把丑话说到前头 在座的温馨是墨鞋的母亲 吴亦和燕瑶是三叔三婶 清涵和小义呢 是未来的 她的媳妇 大家都是自己人 我就直说了吧 今天 雪燕要是发生了意外 无论其生死 之后啊 就是墨鞋的妻子 你们知道了吗 大家纷纷点头 东方问心问 这 本来就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情 雪燕这样的好女子 更是打了灯笼也难找 就算您老没说这句话 我们也绝对不允许雪燕受半点的委屈 管金行和小义脸上一红 但愿雪燕姐姐能够无恙 天佑善人 逢凶化吉 雪燕活着就是墨鞋的正妻 若是当真不幸生死 也可葬进君家祖坟 为第三代的主母 雪燕比你两个都大 想必你们两个不会有什么意义吧 管金行和小义急忙点头 小义说 爷您放心 我最佩服的就是雪燕姐姐了 好了 还有一点 从今以后 刑警之内 若是有人敢敢拿什么 寻受人类之话题做文章 那么无论是谁 一概处死 君无义点了点头 爹 你放心 如果真有人拿这个说事 我这个现任家主第一个 不会放过他 必然亲手处决 嗯 好吧 你们都下去吧 若是墨学回来 带回了雪燕的消息 无论如何 一定要在第一时间 让老夫知道 明白吗 父亲 您还是先休息一会儿吧 韩云瑶担心的说 雪燕那边没有消息 我怎么放心的下呀 东方问心等人同时点头 脸上泛出了忧虑之色 是啊 没雪燕的消息 一天没有确定 那么认识谁 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安心下来呀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七期观众收听 意识邪君第477回